一群长头发的女生 其中只有一个人是短头发的 我们就会觉得她很特别 但是这个短头发的女生 她如果今天跑到另外一个环境 她跟一群短头发的女生在一起 她好像就没有那么特别了 书壳她本身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她是一件衣服 或者她对于unique来讲 她是一个包覆的环境的话 她的存在会比较具有一定的意义 而不是只是为了家族她而存在的 从开始发想到现在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草图 因为其实我自己是做书籍设计的 那当然对我来讲书 好像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但是对应到这个题目 我觉得好像就不会是那么简单 只是一个纯粹把它包上去的一个样子 你是不是在 你是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对的位置 或者是当你看到这个东西独不独特 它跟它的所在位置有一定的相对关系 有一定的依存关系 所以这个创作也是围绕在这样的概念去进行 我希望当人家看到这个创作的时候 它可以联想到 它的确就是一个跟位置 或者它所处在的这个地方 有没有存在一个彼此相对的 彼此包容的一个适应性 就是这本书的环境本身就是 就是它自己的衣服 可能每个人对 对创作这个脉络的想法都不一样 对我来讲我自己的理解是 就是江振诚他有他自己对于独特的诠释想法 当我收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要诠释的是我自己的独特的想法 我不太会觉得说 我好像要从江振诚他自己的创作理念 或者意念里面去 去study去思考 然后去抽取一些精华 然后来反映成就是我想要做的东西 我会觉得 这好像是两个不同创作人的各自表述 他自己对于那些料理的诚信 其实跟我以往就是 以往认知就是 厨师在制作料理的那个方法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那个方法我觉得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 那对我来讲 它其实反而是这个独特 好像是存在于 他自己在做事的过程上面 它的过程是一种独特 而不是最后的结果